Hello 大家好 这些都是我 YouTube Channel 里面的会员 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 Channel 里面 按这个 Join Button 参加会员 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 首先 第一个 Malayan Siemens 可以看到他今天出现的一个 长上影线的K線 代表卖压是非常大的 收盘价呢还是没有能力突破 之前的这个前高阻力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追高 他的支撑 就是这个 丑马峰的阻力线 指线 2.81 继续观察 不要轻易的进场 Armata 今天就爆量大跌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爆量大跌 他的 支撑就是0.385 这个是之前的这个历史的这个 通码主力线 0.385 这个时候不要随便去接到 之前接到朋友呢 全部都被套了 看到吗 不要随便去接 看好了之后 或者是等这个公司呢 有最新的Announcement 之后再看怎么样 这个接的话一点危险 下一个是SAM Engineering 这个也最好不要交易 因为这边有很多这个套牢盘 等作差 等作差 他的支撑就是这个 四块半 他收盘借是4.52 四块半是非常接近了 所以也不要随便进场 遇见他 套牢盘太多 是很难操作的 尽量的避开他 T abdomen UJMA 所以我们在等它方向,这个不要轻易的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下跃走 这三角形,它要等一个方向,上上还是上下,不知道,等它确认之后,我们再考虑要不要进它 BGB,这位朋友就说,它好像解除了这个PN17,是不是有机会飞天呢?老实讲,它已经飞天了 这边全部都是套楼盘,以及这边飞上去了,去GET的话,这些套楼盘会等着解套,等着你 所以基本上套楼盘太多,就不要随便冲进去,除非它突破前高阻力 突破0.24,这样这些套楼盘就变成它支撑盘,那时候它才有机会飞天 没有突破这个套楼盘,基本上不要交易 UO Air Development,也是一样套楼盘,这边 不要轻易的进场,它的支撑就是这个200天均线1.66,收盘价是1.70 套楼盘很多,很难操作,等它几时 直接回程的时候,再看看不要进场,基本上套楼盘太多 就不要操作就是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把我去share,把我去like 记得如果你要online shopping的话,就去 用我的这个link去shopping 谢谢大家